代华斌团队 千位一号 是他 千人在这里遇到了他 千位二号 周思辰团队 他刚刚 难道没有认出我 黄楚天团队 千位一号 语浩 语浩 你这是怎么了 霍语浩团队 千位二号 你还能比赛吗 我可以 抽到同千位的团队 到比赛去比赛 以戴华斌的天赋 他极有可能进入冠军阵号赛 为了和他同胎见起 这场比赛 我一定要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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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考核半决赛 霍语浩团队 对战周思辰团队 比赛 开始 加油 加油 一年几十班 周思辰 二十五级强弓系战魂师 一年几十班 曹锦萱 二十四级控制系战魂师 一年几十班 龙祥月 二十二级闽弓系战魂师 第二魂技 褰神之光 霍雨昊团队 胜出 带华兵团队 获胜 敬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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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昊 你今天怎么了 你和那个带华兵认识 铸救史莱克学院最初辉煌的史莱克七怪之手 白虎战神戴雾白 他的传奇众所周知 但是你知道白虎公爵一族的历史吗 白虎一族原本是新俄帝国的皇族 几千年前的一场大战中 新俄帝国险些亡国 国内几大宗人联合相助 挽救了帝国 那时 白虎公爵一脉人才凋零 权力也被削弱 当时的白虎皇帝退位让贤 将帝皇之位 让给了当时平叛大元帅 也就是现在的新俄帝国皇室 而他被新皇分为 世袭网替大公爵 永享富贵 白虎一族所传承的白虎武魂 是极为强大的兽武魂 我们学院第一代史莱克七怪之手 邪谋白虎代目白 就出自于此 代华兵 就是邪谋白虎代目白的后人 这一代白虎公爵代号这个坏蛋的儿子 那你和代华兵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我不承认代号这个父亲 他就是个混蛋 我和妈妈孤苦无靠 两个人相依为命 尽管如此 他还是很阳光地面对每天的生活 觉得只要我们俩 能够无病无灾地度过这一生 也就可以了 妈妈原本想在白虎公爵府 做庸人来养活我 可没想到 在那里 受到了非人的对待 霍云儿不许再住公爵府内 你不配 妈妈 我去帮你晾衣服 我的允昊真是长大了 越来越多事了 你要干什么 公爵府哪来你这种野小的 滚蛋 不张眼吗 没看到少爷回来了 滚一边去 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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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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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打他 他真是个孩子 他打的话就逃我吧 你们得罪的可是夫人的儿子 府里的少爷 哪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 给我狠狠地打 真是晦气 以后看见我们少爷 要绕着道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小狗 小狗 我自想一定要为妈妈报仇 上百五公爵府里 所有欺压过我妈妈的人 都付出代价 谁 宇昊 你怎么了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 你听到了什么 我像是一声叹息 声音有些苍朗 似乎来自某个遥远的虚空 但又似乎就在耳边 没人哪 你是不是幻听了 对了 咱们现在就去报仇 不行 现在还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 我现在要做的 是变强 我不要私下报仇 而是要在比赛里 庞庞正正地打败他们 汪灯 我当你是兄弟 请你替我保密 我会保密的 之后对上那些家伙 我一定要给他们好看 你有什么计划 不如就先这样 听说你们顺利闯入了决赛 决赛怎么少得了我 小萧 小萧 走 我们去吃顿好的 明天非那冠军不可 这就是我们冠军争夺赛的对手 一个衣环家伙带的队伍 这种程度的决赛 即便获胜 对你我家族而言 其实有点丢脸 你们又是什么人 速速报上名来 我不与无名之辈 多做纠缠 一年级五班 崔雅杰 控制系战魁师 一年级五班 强攻系战魁师 一年级五班 带华兵 强攻系战魁师 三环又如何 我们今日 一定能打败 这个可恶的家伙 打败他们 虽然这支团队 曾经击败了两支 由魂尊新生率领的团队 但比拼整体实力 我还是更看好戴华兵这个 钱多多副院长 你怎么看 不如这样 要是另一边赢了 三年内 让我任选一名新生 加入魂导系 如何 你这是又觊觎上 我们五魂系的人了 什么叫你们五魂系的人 他们只是新生 三年级的时候 才会决定精修哪一系 你们五魂系 只是进行基础教育而已 那我们就更得各凭本事了 别那么绝情啊 老爷 我保证不挑 你已经选中的核心弟子 也不挑那些 二年级毕业前 就达到三十级以上的 行不行 这样的 你们应该少挑了 你也知道我们那个计划 没有五魂比较好的学员 魂导系就算做出 再好的魂导器 也没人驾驭得了 行吧 小子 别让我们魂倒戏失望了 他可是本场决赛中 唯一一个三魂魂资 你们班那个七宝琉璃塔 也是三魂 可你不照样输给我一块魂骨吗 宁天只是辅助 戴华兵可是实打实的强功 我看你能得益多久 比赛 开始 白狐 附体 起呀 第一魂剑 精神探测共享 你的力量太弱了 不像个男人 强功是人工时力 果然很想去 即使我们会得监制过去 还是我们的战家 他们太弱了 一个回合就能几时战断 九凤来一箱 第一魂剑 迟怀 我的速度突然下降了 速度变慢了 看我的 第一魂剑 美惑 千万别看他的眼睛 糟糕 小小的技能被阻碍 九尾虎武魂在兽武魂中 可是高等的存在 每多一个魂魂 尾巴就会多一条 实力也就更加强大 翠雅杰虽然只有两尾 但阻断只附加了一个 魂魂的九凤来一箱 还是大财小 石剑 辅助 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句话应该是 我问你的 第二魂剑 第一魂剑 白虎烈光波 是一扎刀 强攻对强攻 两队的主攻手 正面硬黄幽 这种力量的差距太明显了 前谋白虎代加的强攻魂技 极致阳刚 正面对抗显然是极不理智 可惜 龙东 先管好你自己吧 代华冰正妃王东 存在结阻断萧萧 二环的诸禄对上 那个一环的小子 一个回合的交手 胜似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我的下场是什么 第二魂剑 白虎烈光波 下条 一笔之道 一笔之身 可惜被他逃脱了 铁某白虎代加 和幽冰灵猫朱家的 这世代传承是什么 难道你们都忘了 主路 白虎 一笔之道 华冰猫末 我还能能 record心 好情大的环利 我算你言不法 原来憋一肚子坏在这儿等我 消消 帮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我们是争取 你是真的 危险 准备救人 别动 你疯了 月后 晃动 成败再次一搏 这两个小子也用五魂融合剑 会才跟我丢领 黄金之术 五魂融合剑可也有强弱之分 来不及了 第七魂剑 这就是超级德国的实力吗 这就是超级德国的实力吗 这几个小鬼 居然凭得颜院长亲自出手 看见了吗 幽冥白虎都能伤到父皇真身 是 哈哈哈哈 炎印章这是 老颜哪 老颜 任你骑精似鬼 也要喝老子的喜酒水 我宣布 新生考核淘汰赛的冠军就是 我们 赢了 王东 萧萧 获与浩团队 啊 我们 赢了 抓伤炎院长的明明是游民白虎 听下吗 游民白虎很强 如果你们能够躲开霍宇号王东武魂融合剂的正面攻击 胜利无疑属于你们 但你们被萧萧的魂迹持滞 绝不可能避开 而游民白虎之所以能抓伤我 也正是因为 我先在正面承受了另一个魂迹 璀璨中的凋零 黄金之路 是叫这个名字吗 挺好 胜不骄败不雷 你们都是好孩子 出色莫与浩团队 荣获新生考核赛冠军 出色莫与浩团队 荣获新生考核赛冠冠军 我们是冠冠军 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冠军 看什么看 打赢你们 我也觉得还不容易 妈妈 我作为魂师 打败代价的人了 这是一个开始